又到周末答疑了 在用演化思维理解现代婚姻这一期 有同学问 为什么养老人跟养小孩是不足延续的硬指标 那养小孩这点可以理解 毕竟如果连小孩都养不大 就没有后代延续了 可是老人已经不再生育了 为什么也是不足延续的重要因素呢 原因是这样的 养小孩是不足在生物属性上延续的必要条件 而养老人是不足在习惯法属性上延续的必要条件 一个不足要延续 缺少人口当然不行 但缺少习惯法一样不行 习惯法是什么呢 是不足中关于重大事件该如何处理的种种规则 什么是重大事件呢 婚丧嫁娶该怎么进行 遗产怎么继承 观寡孤独之人怎么处理 小孩上学 土地上的契约监督执行等等等等 这些大事上的规则叫做习惯法 在当地某些事情如何做 最有生命力 最稳定的就是当地人的共识 而不是朝廷有多少多少个法条 人们关于这些大事的共识就是习惯法 而且往往习惯法一直没人写下来 比如说英格兰大陆上的日尔曼习惯法 大约经历了800多年 才第一次落在文字上写下来 在800年间只是口口相传 为什么老人是习惯法延续的关键呢 因为一件事该怎么处理 老人经历的更多 他知道类似的偶发事件 在40年前当年是怎么处理的 他们是习惯法更好的维护者 人们有了纠纷 通常也是找那些说话公道 或者品德高尚的老人去评理 为什么习惯法这么重要呢 原因也很朴素 因为习惯法稳定 不足运行起来的成本低 比如说关于一份房产地产该归谁 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我们找一位勇敢公正的70岁的老武士去评理 他说一句话 大家都服气的话 纷争就这么解决了 那大家付出的成本是什么呢 就是双方找老人去评理走路的时间 或者再加上一些找见证人的时间就足够了 没有稳定的习惯法只通过固定的法条去解决的话 那成本可就高了去了 两个采用不同的方式维护秩序的部落 我们假设在两百年间都分别发生了十万次纷争 那个靠稳定的习惯法运行的不足 就假设有一半的纷争是靠老人说一句公道话就解决的 那这个不足就会节省下巨大的成本 也就意味着在这两百年的时间里 宝贵的资源不会浪费在司法过程中 而会流向生活的其他方面 这是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重要因素 所以养老人也是不足延续的硬指标 他们是习惯法延续的关键 在用演化思维理解婚姻这一期 有同学问一夫一妻最开始是什么原因倡导的 是他抚养孩子的效率更高吗 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当然还有更早的来源 那就是犹太教就规定了一夫一妻 所以还可以再继续问 更早的犹太教的一夫一妻又是从哪来的呢 他为什么又能胜出呢 其实这个逻辑并不是因为一夫一妻就如何如何 比如说一夫一妻养小孩的效率就是高 对社会生产率更有利等等 不是这样的 而是附带着一夫一妻制的那种社会秩序 整体胜出了 就导致了其他婚姻制度在竞争中消失了 历史上很可能并不存在不同的婚配制度之间产生了直接的竞争 真正能体现出婚配制度优劣之争的其实是在有婚配制度和没有婚配制度之间 这个时间点很可能远在产生蚊子之前 甚至远在人类从东非的森林里走到草原不久 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 婚配制度不论是平妻制 一夫一妻多妻制还是一夫多妻多妻制 只要婚配上有规则就能避免残酷的交配争夺战 交配争夺战在绝大多数动物间都有 但是并不会影响那些动物的繁衍生息 这是因为他们的争夺战再残酷也只能凭自身的速度 力量耐力等等因素来决定 在一百万次交配争夺战中 如果去统计那些胜出者 那你看他基本都是身体更好的 所以交配争夺战对于野生动物来说属于基因优胜略态 但对人就偏偏不是这样的了 人会制造武器 可以协作搞暗算和偷袭 于是人类的交配争夺战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 身体弱小的个体是可以通过武器战胜身体强壮的个体的 搞阴谋暗算的可以颠倒基因上的优劣 如果一个部族始终在交配权上打成了一锅粥 那对部族的生存非常必要的男性就会大面积死伤 即便有个别男性在个体上赢得了交配权 但这位圣者所处的部落也是弱小的 有婚配制度就能避免交配权上的恶性事件频发 所以有婚配制度就比没有的要强 而在大家都有的情况下 哪种胜出呢 这就要看有那种婚配制度的整体社会秩序 哪些在财产保护上更好 哪些更有利于技术的发展 或者仅仅是由于外敌少土地肥沃的地区 正在实行的婚配制度 就有可能更普及 那里的婚姻制度呢 可能是一夫一妻 也有可能是其他形式 而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夫一妻的 在偷拍无处不在怎么防范这一期 大家也提出了很多方法 问我有用没用 我呢再把没有说到的地方来补充一下 首先有人说 针孔摄像头会用红外线补光 用手机相机在全黑下 是可以拍到补光的 只不过手机相机里看到的是蓝白色的光点 真实情况是 为偷拍设置的针孔摄像头 根本就没有红外补光 因为屋里全黑的情况下 即便利用补光拍到了一些东西 图像质量也是非常差的 根本不值得一看 这么做既暴露了自己 还增加了功耗 去年老爸评测里 专门有一期测试了 网上热议的四种 酒店针孔摄像头查找设备 它们分别是手机相机 反偷拍APP 信号探测器和红外测温仪 其中手机相机和信号探测器 是一点用也没有 哪怕把它们贴在 那些事先知道具体位置的 针孔摄像机旁边 近到只有两厘米 也没有反应 没有红点 没有蓝点 什么信号都没有 那个信号探测器 也没能探测出 带WiFi功能的偷拍设备 反而会在其他设备上 比如说电视盒上错误报警 反偷拍APP没用不说 还要先付费再排查 先坑你100块钱 最后呢 只有热成像仪有用 用它可以看到 正在工作的针孔摄像头 呈现高温点的样子 不过也需要特别仔细的查看才行 效果堪比认真打扫一次房间 而且这种设备最便宜 也得3000块钱 还特别沉 出差是没法带的 其实应对方法也确实不多 就是凭经验 把对着人的物体 跟靠近床的物体都检查一遍 像纸巾盒 床头灯 床头柜 螺丝钉上有没有小孔 这个孔啊 比鞋带上那个眼大一点就足够了 然后就是咱们这期说到的 对着浴室跟床的物品 像电视机 路由器 插座 一件 天花板上的烟杆器散热孔 空调出风口的隔山里 在电动车快充 难且没有必要这一期 有好几个典型的问题 第一个是充电站 有没有可能配备光伏发电设备 答案是有可能 而且现在有些充电站 就是这样设计的 比如说特斯拉的V3超充 就在通过太阳能屋顶系统发电 然后把电能先存储在 埋在地下的电池里 这些电可以供特斯拉电动车充电 但是这样的充电站 目前只是面子工程 向大家展示 你看我更绿色 而不可能有太多的实用性 原因是光伏发电产生的功率 比纯电动车充电的时候 需要的功率相差的太多了 把所有数值都往峰值核算的情况下 也最多只能满足充电需求的5% 具体数据是这样的 现在主流的光伏发电 在北京这样的城市 考虑夜晚阴天下雨 冬季太阳的角度更低 综合所有的因素 主流的太阳能光电板 一平方米的面积 架设在屋顶上 一年大约可以发电240度 而10个停车位的充电站 大约占地200平米 停车位上的遮阳棚 如果全部使用太阳能光电板 一年乘一下 发电48000度 但这个电并不是直接冲到车里的 因为电压不符合要求 需要先冲进储能电池 再从储能电池里冲到电动车 每一步按照转换效率90%算 两次也要打8折 48000度电就变成了38400度电 我们假设充满一辆车 需要50度电 因为并不是所有来充电的车 全都是跑得空空的才充的 那么由光伏发电贡献的电量 对这个充电站来说 一年只够服务768辆车 正好是每天服务两辆车 而我们来看真实的情况 一个10个车位的充电站 我们按每个充电桩 每天服务5辆车来算 那全站每天服务50辆车 你看50辆车里头 只有两辆车是由光伏充电充满的 这个只占比4% 要想提升光伏充电的比例 必须加大屋顶的面积 比如说像卫星的太阳能板那样 展开之后 10倍于停车位的面积 那样就会有40%的车辆 是靠光伏发电功能的 但城市里不可能有这样的建设条件 顶多展开之后的面积是200平米的2倍 所以特斯拉在中国建的 配备光伏发电设备的充电站 在上海有一个 因为特斯拉在上海有工厂 这个是形象 另外一个呢 在拉萨 那里光照充足 空间宽敞 从特斯拉这个例子 大家也能感受到 由家庭公司自建的光伏发电设备 都会受到面积不足的制约 所以实际上 光伏发电在中国的规划 就是以大型的光伏发电站为主 分布式发电站为辅 比如说农村宅基地 空间宽敞可以建 正好能给家里用 像李娇桥下面盘桥 空出来的绿地也可以建 正好可以给路灯 和监控摄像头供电 但此类分布式的光伏发电设备 占比光伏发电的总量 按装机容量算的 大约只有3%左右 今后的情况可能是 由大规模的光伏发电站 负责把电发出来 然后存在充电站的储能电池里 不必单独为每个充电站 建设光伏发电设备 还有同学 对这一期最后一段话感兴趣 最后我提到 想要实现真正的快充 其实换电的方式 才是终极解决方案 于是很多问题 就开始围绕换电了 这里我先不展开回答 因为后面还有两期 专门谈换电的内容 不过有一个问题 我还是想补充一下 很多人提到换电 就觉得不可能 主要是因为 电池尺寸不一样 没法换 其实你只要习惯了 用演化方法看世界 就能感觉到 尺寸不一致 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只要换电 它是一个 便及90%用户的 硬需求的话 那必然会有各种 促使电池标准化的 力量出现 它可能就像 手机充电口 最初是各种口 然后先统一到 USB标准下 再进一步统一到 USB标准下的 Type-C尺寸那样 如果换电 只是一个 10%用户的 硬需求的话 也很可能会有 车企专门生产换电车 这个时候 车企只需要 把自己旗下 几个型号的 电池更换 做好兼容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情况呢 比如说 电池厂 先把电池模组 模块化了 车企直接用 这些模块化的 电池的话呢 那换电在 尺寸上的统一 就更方便了 今天 宁德时代 推出的 巧克力电池 就是这个例子 只不过 目前还没有 被广泛接纳 现在摆下去了